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外交关系 算一算到今天刚好满40年 不过美国随后透过订定台湾关系法 设立美国在台协会AIT和中华民国政府 保持长达40年的非官方 不过又十分紧密的关系 为此我看到了 英国广播公司BBC有一篇回顾的报道 标的上写着 中美建交40年 台湾如何在大国之间找出自己的路 杨老师如果请您也回头看一看这段历程 让您印象最深刻的地方 或是在哪些层面 那么美台关系 这40年以来的发展呢 到底是一段线性的趋势 还是始终处于高低起伏百葬的局面呢 是中美建交40年 也就代表台湾跟美国断交40年 对 1979年到现在2019年 那当然我们现在先看 就是台美关系 它是一个线性的趋势 还是高低起伏百葬 这个百葬呢 我觉得两个都有 而且是多重的交错的发展 是 它有一个线性的这样子的一个变化 就是有一个方向性的 但是是有高低起伏百葬 然后呢 很多因素交错在一起 台美关系过去这40年 其实简单的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 有三个很重要的因素影响的台美关系 第一个当然就是中美关系了 对 也就是华盛顿跟北京的关系 相互的关系 其实是深刻的影响 华盛顿跟台北之间的相互的互动 那第二个呢 是两岸关系 是 也就两岸之间的变化 其实过去从1979年 你想想看 很多听众朋友可能还不知道 1979年那个时候的国际的处境 跟这个两岸的氛围 那到现在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两岸关系的变化 深刻的影响到 就是华盛顿跟台北的关系 对 还有一个因素 我认为 比较大家不是这么的关注 但是我觉得美国的政治的变化 那尤其是民主党共和党之间 虽然它的的确确在对外政策 对台政策是有它的一致性 但是呢 还是有一些差别 那就影响到它跟 这个中国大陆之间的这个互动 所以你看美中关系的这个变化 从79年建交到冷战结束 1991年吧 我们这样讲 对 90年91年 其实事实上 等于是美国是最主要 站在一个高点 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大陆 连经济都还没有起来 没有错 然后呢 两岸关系事实上还是冰冻的 那所以美国在一个高点 事实上完全是由美国来主导 这个时候的台美关系 其实一直就是 在深刻延续 就是过去的那种邦交时期 然后呢 跟国会跟行政部门之间的互动 没有太多的担心说 两岸之间会产生怎么样的一个问题 美国因此怎么样来进入协助台湾 或者是可能放弃台湾的这样子的一种问题 对 进入到冷战结束之后的90年代呢 其实台湾也开始进入进一步的这个民主化 那对于台湾的这个政 在政治上的这种支持啊 事实上是美国内部是加强的 可是呢 然后中国大陆的这个慢慢的改革开放呢 天安门事件结束之后呢 这样一个最20世纪的最后一个这个十年呢 其实美中关系 尤其是克林顿执政这个十年 跟在雷根 在这个老布希 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美国内政的变化 对 共和党进入到民主党的时候呢 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别 那克林顿呢 把这个就是这个最惠国待遇 还有这个人权的问题 把它脱钩 也就是民主党比较希望说 那个时候啊 就是希望去用经济的 用国际规范的去影响 去引导中国大陆进入到国际体系 然后呢 慢慢的从量变到质变 希望它能够慢慢的越来越像美国吧 我们这么讲 是 当然现在很多这样子 当时抱持这种观念的人啊 事实上都现在都比较失望的 都很后悔啊 那进入到21世纪 你看到整个中国大陆的 在过去这15 20年之间 快速的经济的崛起 对 这种快速其实我们最简单的形容 你看它那个高铁的发展 你就知道了 20年根本大家还是笑它东学西学 那不可能会怎么样的发展 今天的这个中国大陆高铁 几乎是这个世界的No.1 陆网遍布的最繁迷对不对 对 那当然它也这个在军事 在经济 在科技的层面 开始在影响 甚至在威胁的美国 当然我觉得比两者之间差距 还是相当的远 这个时候我们面对台湾的问题 两岸关系的这个转变 台湾内部的这个政党的轮起 所以你就看到美国的角色 在两岸关系 在跟台湾的这个互动上 越来越明显 所以台湾几乎已经变成就是 当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呢 几乎是完全靠向美国 当国民党执政的时候呢 就希望在两者 也就是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呢 能够维持一个平衡 那到底是哪一个方向正确呢 其实这个不是单纯的一个军事 或者是政治 可是呢我们的台湾内部的政党啊 比较从这个角度去思考 而且可能要同时面对是 当中国大陆的市场已经变成 是我们主要的贸易伙伴 在我们的输出的40%的时候呢 其实两者之间的平衡 也要考虑到 就是说这个经济层面的这个影响 对 所以现在美台关系的这个变化 过去这40年 的的确确它是有一个线性的发展 这个线性的发展是 美国对于台湾的影响仍在 而且可能还是No.1 但是呢开始这个减弱 而它的减弱的因素 也可能就是因为美中关系的变化 以及两岸关系的这个改变 然后呢它也高高低低起伏 随着两岸关系 以及美国内政 还有台湾的这个政党轮替 当然更重要是整个中国大陆的 经济跟军事的这个崛起 所以其实应该是说 真的是高低起伏 然后呢又是相互的影响的 没有错啊 其实今年呢 还不只是我们刚提到的 台湾关系法这个实施40周年 还有另外一个40周年 这是中国大陆告台湾同胞书 同样也是40周年的纪念 那么我们知道 中国大陆在去年一整年 针对台湾和美国已经增加不少 包括在军事和政治外交方面的压力啊 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 他在新的一年开始 借刚刚提到的 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纪念名义 发表高调的演说 也被看作是向台湾加码施压 面对台湾2020总统大选开跑 有分析甚至认为说 2019呢 极可能成为美中两国 针对台湾议题摊牌 或是做出重大决定的关键年代 其实由于习近平发表 谈话的意涵呢 不管是台湾或国际监督 已经注意到 他似乎已经把九二共识 等同于一国两制 而完全无视于当年最核心的一中个表 这项我方非常坚持的基本共识 因此一般解读说 这代表中共对台政策趋于强硬 比起当年的邓小平 或是后续每一位中共领导人 看起来更加不可变通 不知道杨老师 你怎么揣测他的用意 其实我有不同意见 也就是主持人刚才博重你讲的是 蔡总统在解读这个习五点 对 这个就是告台湾同胞说 四十周年的这个讲话里面 他提到了五点 似乎好像被简化为 就是九二共识等于一国两制 可是实际上我确实很仔细看这个五点 我想伯重你有没有看过这五点 你有吗 我看不到九二共识 就等于一国两制的这样子的连结 或者是等号 因为其实他的第一点是说 我们先站在他的角度来看 就是说 其实邓小平 叶剑英 过去的江泽民到胡锦涛 都讲过对台的许多的政策 他们也都讲过一国两制 那为什么那个时候讲一国两制 好像我们其实把当耳边封 也觉得其实那是你的讲法 为什么今天你不能 这个好像已经把它就要牵扯到 跟九二共识等号呢 他讲的第一点是说 这个就是 这个吸手推动民族复兴实现和平统一目标 这是他的目标嘛 第二点 探索两制台湾方案 他是没有说他在这个第二点里面 提到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 然后他也希望 这个在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的政治基础上 和各自脑路进行民主协商 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好像是把九二共识 放在这个第二点 习武典的第二点 探索两制台湾方案里面 所以他就 我们国内的解读 尤其蔡总统解读 我觉得蔡总统跟民进党的解读 那是有目的的 因为他要弱化 他要打击 他要抹黑 这个九二共识这四个字 我们等一下再回来 来看这个九二共识 他到底有什么样的弹性 跟这个就是用意 但是呢 因为在这个第二点里面 提到了九二共识 因为第二点 他的这个是说 探索两制台湾方案 好像就把它划等号 我觉得这不一定正确 不应该这样划等号 因为这个第二点里面 大家事实上都忘记了两个字了 探索两制台湾方案 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都忘记那个探索这两个字了 是 也就是说现在还不是嘛 还在研究是不是 也就是说 我们共同来探索 那他不管跟谁探 他也现在是说 只要跟任何支持的人 反对台湾的人 我都可以跟你相互的探索 可以用民主协商的方式 这个达成这个制度 安排的这个探索 你探索可以现在坐下来探索 谈判 那就是谈判了 你也可以在未来五年 十年三十年之后 再来探索嘛 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 他这个一国两制 也是视为将来 当然他是希望可见的将来 很快的将来 就是说两岸之间的制度的安排 是一国两制 但是呢 现阶段他还是接受 坚持九二共识 但当然他加了一个反对台独 共同政治基础上 所以反对台独其实 在台湾也有一定的理解 那九二共识呢 是他坚持 就是现在的九二共识 是两岸的现实的 这种模糊性的 这种共同的共识跟认知 什么呢 因为其实九二共识 就是一中各表 对 对不对 我们这个历史有点复杂 是 当然也许真的 这个九二共识 以现在 如果我们用韩国瑜的方式的话 韩国瑜 在谈地方的治理 在台湾 台湾的经济 他用很粗浅的语言 那现在真的应该思考 用韩国瑜似的这种语言 对 来谈两岸关系 来谈两岸政治的这个互动 但是呢 也不是这么容易 因为两岸之间 过去几十年的发展 这种文字之间的那种 有点咬文绝志 对 有点复杂了 但怎么样推脱 离开这个复杂 其实并不是很容易 再怎么样顾经济 顾民主 我们两岸上面 其实是要有弹性 因为大家都知道 现在两岸 台湾的就是说 这种筹码 其实是越来越少 美国我们刚刚讲到台美关系 也产生了量变到质变 对 对台湾的这种 就是说过去1996年 可以派遣这个航空母舰 一南一北的 未来我觉得 不太可能在发生 不太高了 因为 其实上都有那种 武器上的这种限制 所以呢 也就是说 我们台湾人自己本身 怎么样在维持 这个经济跟稳定的时候呢 能够寻求美国的支持 但是也避免跟两岸之间恶化 而这个让对方 更进一早一步的 后来讲的第三点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承诺中国不能不打中国 但是他并不承诺 放弃使用武力 这点我觉得其实真的是 他是很清楚的讲出来 给美国跟其他国家听 但是呢 可能也对于这个台独的 这样一个讯息 所以我是觉得 第一点 我在习务点里面看不到 九二共识等于一国两制的 这种直接的等号 是 他只是把九二共识 放在探索 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 这是他的主张 而且他也认为 需要探索 需要协商 在未来达成 和平发展 达成这个制度性的安排 但现阶段两岸之间 他还是接受九二共识 他只是加了一个反对态度 所以我们把九二共识 就是视为现在两岸之间的一个 模糊性 一种战略模糊的 这种安排 那我们甚至可以 就是说 如果在支持国民党的 或者国民党的这个泛兰的候选人 他甚至可以 很多人也这么讲 九二共识讲的一中 就是中华民国 就是中华民国宪法 蔡英文总统做的是中华民国总统 所以这个时候中华民国在法治上 在法理上 其实就是一个中国 当然你会说跟现阶段的国际的情势 跟两岸的事实上是不一样 但是呢 他也就因此交叠了 跟中国大陆 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 这样子一种政治上的交叠跟模糊 那能够让大家在现阶段 其实避免直接产生的这种碰撞 而必须要去用政治方式 甚至军事方式来做解决 而我们能够专注在我们的民主 自由 人权跟我们的经济 那不要去避谈台湾的民主 自由 人权 因为这是我们的长项 如果民主自由 人权也可以变成 就是说这个国家实力的话 其实我们的实力是大于中国大陆的 而且是优于它的 所以其实在这一点上的这个坚持 如果两岸之间未来 要有任何能够做下来的 这种制度性安排的这种协商的话 一定要求对方 要有某种这种 让能够满意接受的 民主自由跟人权的 这种制度性的保障 那就是反过来要求它要改变嘛 对不对 那这样子倒过来 就不是用经济谁大谁小 台湾的经济 不可能会比中国大陆大了 甚至比它一个山东省都还要小了 那台湾的军事 也是越来越受到 它的这个军事的崛起的这种 这种压缩 我们的外交 我们的国际空间 都这样的压缩了 所以九二共事维持了一个模糊性的安排 倒过来我们可以理直气壮的 主张强调 我们的这个强项 对 然后呢 至于你讲的一国两制 那你就继续讲吧 那 但是呢 至少不要 现在我们能够坐下来探索 这是未来探索的方案吧 是好 这是杨永明教授 对这个议题非常详细的分析 我最后一点时间 我想留给这个 我们的邻国日本 因为在2019年新年一开始呢 日本天皇 名人 在云月二号呢 发表可以说 他退位前最后一次新年致死 结果大概吸引了 有15万民众到现场聆听 创下他在位期间 人数最多的记录啊 已经高龄85岁的名人呢 说他祈祷日本和全世界人民 安宁和和平 这场被称为是 平成时代最后的新年祝福 让在现场民众都感动不已啊 很多人还高呼万岁和感谢 我们看啊 名人终于完成他 生前退位的夙愿 日本也即将迎来 德仁天皇时代啊 身为许多国家认定 难脱发动 二战侵华责任的 御人天皇的继承人 您会如何去评价 名人天皇 他在任内的表现呢 其实日本的天皇 在二战之后 已经被日本的宪法定位为 一个虚伪的元首 对 而且这个虚伪的元首 跟很多其他国家 有类似的这种虚伪的这种 是更虚伪 是 而且是甚至连政府的政策 许多都不能够 都没有智慧的余地 那我觉得他们 这个守得蛮严谨的 而且作为一个就是皇室的家族 事实上有差很大的 这个压力也做到了很多 就是在我们对日本的了解 跟研究上 其实他们是做了很多的 这个努力 尤其在和平 以及对二战的这个问题上 他比他父亲 其实更加的这种深刻的反省 这个是其实 我觉得蛮深 蛮重要的 但只不过是 他的有时候这种讲话 他也没有讲得太过于严峻 但是其实意思都很清楚 可是却没有办法传达到 比较右派的这个 自民党的一些人物当中 一些日本的政策 有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 这样子的摇摆 当然你现在看 中日之间的关系 是在改善 但是日本在安全跟政治上 还是紧跟着美国 即使是跟韩国之间 其实还是就是说 因为慰安妇问题 因为那个奴工的问题 而产生的很大的这种距离 所以我是觉得 日本的政治人物 如果能够真的听到 这个平成天皇的 这样子的一种呼吁的话 其实真的应该 比较深刻的反省 就是过去的历史 而跟你的邻国 做更好的交往 不过换个角度而言 过去这30年 平成今年是平成31年 不算31年 直到4月30号 那其实日本的这个发展 尤其你看东京这个发展 真的是 虽然经过的后面20年 是不景气的这个时代 但是呢 即使是不景气 它还是做了很多的 这些都市的更新 改革变化 我就是看过来 看我们台湾 过去在这20年当中 其实台北 或者是其他城市的变化 却有一些停滞 相对都停滞了 所以我觉得 这样子 我们特别 台湾对日本的感情 感觉很密切 是 所以其实当我们看到 他们这种政治经济 跟对战争的问题上 还有外交问题上 有的时候 一些很实际的 这些经济层面 民生层面 是不是也是应该 我们去参考学习的 所以平成时代要结束了 新的什么时代呢 那个叫什么呢 大概4月1号 他们才会正式的公布 对 那这个也许会有个新的时代的来临吧 而这个来临就是明年会开始 进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就会展开新的日本的时代 好 以上就今天为您准备的 一起看新闻 五点不一样 每周一进行的 一起观天下 今天杨永明教授 带着大家穿透进来 由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 和我总统蔡英文两人 有关两岸统独议题的谈话 那么其次我们也参照了 日皇名人退位前 最后一次新年的谈话 非常感谢杨永明老师 今天精辟的论述 谢谢您 谢谢 谢谢 谢谢